那我要跟柯總召特別要澄清一下 我絕對不是缺席審判 我沒有這個意思 這樣好不好 昨天如果大家有認為有不適當的地方 都算我了 這樣好不好 所以在這裡 我要拜託 韓院長 你作為院長應該有一定的中立 第一個 第二個 當他們在罵我們的時候 你叫他們每一個人在罵一輪 一定要做到場人去說 這個我們跟柯總召都談好了 應該是馬上制止 不要在私下公審 這樣講得很難聽 所以 讓院長必須要有一定的高度 這應該單起來 因為我們講 大家講好的 你應該很清楚講 表示這個事情就是如此 第一件事情 柯總召非常堅持的 就是上禮拜五協調 昨天的開 才會協商的事情 柯總召所講的每一個環節 都是正確的 他所做的 跟我聯絡打電話 包括跟洪木凱蘇議長 跟我聯絡 是不是不要開 我說不行 我們因為時間已經有點不夠了 要開 然後洪木凱我也希望兩點半 柯建民總召希望四點 所以我們責中是三點 這也是確實 那早上他也給我的電話說 實在是今天太忙 大概沒有辦法開 那我是說 藍軍 我徵詢過 希望繼續開 那民眾黨 是尊重我 但是 我還是要到現場 因為我們承諾 而且經濟部 郭部長 跟各位列協官員都到了 所以我還是來了現場 那 我特別要澄清 因為行政部門看 立法委員之間 為了議程之間 攻防的話 我就特別中間還請經濟部長 請回 請他們休息 我特別跟他們道歉 因為對他們不禮貌 那我要跟柯總召特別要澄清一下 幾個委員到了 他們要求發言 我絕對不是缺席審判 我沒有這個意思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有一天 綠軍在這裡來開會 藍軍或是白的 民眾黨跟國民黨 如果他不來的話 你們要求發言 我們準時坐到這裡的時候 也一樣會給你們發言的機會 雖然 有政黨不到 但是 準時來的委員 希望發言的時候 我還是會讓大家來發個言 發言以後 把一些想法講出來 絕對不是缺席審判 這一點我要跟柯總召特别報告 然後您剛剛所講的 每一個環節你都做到 的的確確 都是實實在的 特別早上八點還特別來電話說 今天情況特別忙 可能開不了 我說不行 我要徵詢一下 那我這邊特別澄清一下 柯總召所做的都是 完完全都說話算話 那昨天幾個委員在這邊也到了 讓他們發個言 表達他們心情 我想我是希望 站在一個平衡的立場 我沒有偏頗的意思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講一下 你講的 和我講的都有對焦 這是你發言的部分 你又來了就給他發言 我也知道你的苦衷 但是呢 你要有道德勇氣 說這個東西 我跟老科都講好了 都不要談 不要再多切以審判 大家都講好 就是一句話就一句話 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審定法四十九條 如果大家因為這樣一直發言下去的話 經濟部部長跟台電都在這裡 這樣好不好 昨天 如果大家有認為 有不適當的地方 通通算我了 這樣好不好 大家就不用發言 是我做的地方 也許不夠周全不夠完善 你們如果重複這樣的發言的話 你們如果重複這樣的發言的話 我們今天這個議程會整個 麻煩 那你這樣張棋蓋也舉手了 我們是不是 因為科長上 不不不不 稍微等一下 請正面要主席 謝謝大家